各位同学早安 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下关于佛教的第五个部分 就是拉玛教 拉玛教呢就是所谓的藏传佛教 那我们可以从这张地图中清楚的看到 佛教是从印度发源往北边传 传去了中国 在四世纪的时候呢 在传由中国传去了朝鲜 在六世纪的时候呢 由中国传去了日本 在七世纪的时候呢 在由中国的境内传到了西藏 变成了藏传佛教 就是所谓的拉玛教 那这个藏传佛教呢 它是怎么来的呢 它是佛教再加上地方上的传统信仰 所以这个拉玛的形象非常的鲜明 戴着大黄的帽子 还有暗红色的这个身袍 那就是达来拉玛 那他们的佛像呢也非常的有特色 那你会看起来有点凶恶 那其中呢有一些 也是有一些女生的这个佛像 女像 那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一下 这个我们华人信仰 那第一种呢就是自然崇拜 那自然崇拜是崇拜什么呢 崇拜这大自然自然现象 因为我们人呢活在这种世界呢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渺小的 那自然呢它所发动的一些灾难 是我们没办法去逃离的 甚至是会一命呜呼 所以呢像大自然所发动的像什么 水灾啊森林大火啊地震啊海啸啊台风啊 这是人没办法去控制他的 可以这么说 所以呢自古以来呢 古人就会认为说 这大自然当中呢都有神的存在 所以天有天神 那风有风神 火有火神 山有山神 水有水神 土地有土地神 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要去消灾赐福的话呢 就只有去祈求他 然后希望说像这大自然的这种神呢 神明去崇拜他啊 然后去祈求能够得到保佑 那让家人能够出入平安 所以像这图片里面呢 就是有风神跟雷神 古人会相信说 刮大风啊或者是台风是风神的 在操纵着 那打雷是有雷神嘛雷公嘛 那有火神啊 还有就是土地神 土地神在马来西亚这边称为土地公 那在台湾被称为福德正圣 就是管土地的神明 另外呢第二种呢就是祖先崇拜 自从商朝开始 商朝人就认为说 人死后的灵魂是不灭的 而且具有超能力 那人死后呢可以对他的子孙 他的儿子 他的孙子 他的后人进行监视和赏罚 如果一个人为非作歹 杀人放火 无恶不作的话 他的祖先呢就会对他进行惩罚 让他就是有些祸害 有一些意外或者是将破人亡 那如果一个人做了非常多的好事呢 让祖先有之呢 祖先就会保佑他出入平安 然后万事都非常的顺心 那我们呢因为会感念祖先 如果没有祖先的话就不可能有你爸爸嘛 没有你爸爸的话就不可能有你嘛 所以我们就要去缅怀祖先 通常呢会在清明节的时候呢 还有些非常重大的华人的节日的时候呢 就会供上这些祭品去供奉他 希望能够保佑我们这种后辈 所以这就是祖先派位 在台湾叫做祖先派位 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神祖派 那这个呢是非常出名的城市书院 是我们吉隆坡的城市书院 其实它不是一个书院 它是一个供奉神祖派的地方 供奉姓城的这个家族的神祖派的地方 那这是清明节扫墓的非常热闹的一个图片 清明节的时候呢 家家呼呼就是会大人小孩啊 都一起上山去 然后把你的祖先的坟墓旁边的这种杂茶 把它清除掉把它除掉弄干净 再来供奉一些食物 那这些食物可以是首食可以是生食 通常都是首食比较多 还有一些蔬果一些水果 那供奉过后呢 大家就会在这个坟墓旁边一起分食这样子 就对祖先进行一个怀念的动作 那第三种呢就是圣贤崇拜 那什么是圣贤崇拜呢 就是有一些人在生的时候呢 非常的正直 或者是为人非常的喜欢帮助别人 做了非常多的好事 所以呢在他死了过后呢 就会被整个华人社会的供奉为神明 那通常呢不同情况的人呢 会供奉不同的神明 比如说住在海边 就是出海捕鱼的渔民呢 他们会供奉天后 那在这边我们称他为天后 就是台湾的妈主 台湾人会称为妈主 这边我们会分为天后 称为天后宫 那妈主呢就是海神 海上的女神嘛 所以他会照顾这些传民 出海捕鱼 因为他们就是平安的归来 这样子 那另外那个也非常出名 就是关公 就是三国演义里面的官员场 因为他的人非常的正直 所以呢他去世了过后呢 就被供奉为神明 那其实在佛教里面呢 也是有供奉他为一个菩萨 那道教里面呢 就是供奉他为官圣帝君 所以呢一般上呢 在华人的传统社会里面呢 一般上的家里面都会 如果是道教的话 都会供奉这个官圣帝君 那在香港更是普遍 香港呢 不管你是黑道的黑社会 黑帮大哥 还是在白道的这些警察 他们在警局里面呢 都会供奉这个官圣帝君官公 因为官公代表的就是正义嘛 那我们今天介绍到这一边 谢谢